在清香的柚子会唱歌来 喝到柳子的老师全天准备的好地 还配上到整地的柚子香的这些地点是很好的享受 这点就持乎文化教来主办的柚花像茶喜音乐会 最后的任务到一处柚子会来过去 在旁边就像百位来行的UK来到这里来参加 在市场专门出席华董 对了华董古板用心是标识的困点 做了柚花节又开始了 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在柚子树下 可以跟许多好朋友 喝着非常好的茶 吃着很好的茶点 又可以闻着很好的花香 听着很悦耳的音乐 我觉得度过一个很开心快乐的防疫诱花节 那今天很感谢麻豆区公所 还有麻豆农会一起合力协力 把这个诱花节办得这么紧致 而且这么有文化深度 在现在这些是武汉体验的红约期间 华董教肖副本 感觉不怕人这都有感染机会 事实表是说这个柚花茶是在护华 而且也没人客人 基本上是安全的 尤其是说风亚时 有主要很久 在我会咖来喝茶 听话是总统就会很想 在防疫期间 当然万事莫如防疫局 所以防疫的标准 防疫的标准就是 室内活动尽量避免 户外活动要视情况而定 像在柚子树下 大家疏疏散散 那心情很好 我觉得其实这种活动 到底是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 还是可以考虑的 他想过 当大家有十月为这地的老师 利用到文担团的环境 排出到地霜 全包到好地 让行图民众来饮 他出版单位 净加准备了整地的地点 让大家一起吃到吃满意 他肥胖、地胖 还有好瓜和好西藤 欣赏 让人度过一个 亲眼的最后是说 南非新闻 待一下 柚子树下方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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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